休旅车可说是现今市场主流,但其他车型仍具有一定的市场规模,其中中大型房车也有不少族群支持。对此PSA Group仅有推出休旅车因应,同时也还有新被车,甚至近年也开始陆续更新旗舰房车产品。 关于中大型房车车型,目前旗下Fujo已完成508世代更新,而DS Automobiles也于今年日内瓦车展带来品牌旗舰DS-9。 小儿集团成员便仅剩下Citron尚未有动作,但其实早在2019年孤独活动中,Citron便表示会推出中大型房车细化。 如今关于该产品有了新的消息,预计于2021年登场亮相。 据了解Citron全新房车会搭载EMP2平台打造,动力部分预计会采用E-10X电视混合系统,搭载1.6升涡轮引擎与电动马达,拥有25马力纵效马力。 除此之外不排除还会采用Advanced Comfort舒适车舱设计思维。 搭载如摩坦极为舒适的一压旋道系统。 至于外观部分目前还没看见任何身影,不过从近期Citron车型与概念车来看,大概可以先行想象,加上Citron的设计品位。 相信实车绝对不会让人失望,而车民会继续使用C6还是会有新的安排。 见识登场就会知道。